宪法法庭在日前判决死刑有条件核线 但是提高了判决跟执行死刑的难度 要求有关机关应该在两年之内必须要完成修法 好来看到国民党立委吴仁志强呢 他直接表态他绝对是不会配合修法 他说他不做失职废死的帮凶 而另外呢看到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在昨天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他说如果撤销了死刑判决发回高院更审 只有法官才能够积压 这问题是呢积压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要件 就有死囚被放出来的风险 好来看到呢法务部长郑明谦他怎么回应 他说我不敢保证说没有 也就说呢他不敢保证说这些被放出来的风险 好我们来看到傅昆琪怎么看 他说未来啊这37位的死刑犯 该怎么样来判定他们的假释基准呢 此举非但是不符合联合国人权两个公约 而且呢违反了法律不肃及既往的原则 所以这个部分呢法务部应该必须要给一个交代 好另外法界人士认为说37位死囚他们背了有61条的人命 如果把他们释放在外头啪啪噪 那会让人心惶惶宪法法庭真的是丢了一个烫手山芋 法务部呢现在也只能修法来亡羊补牢了 好我们看到呢神父雄他认为说其实我们的民意有80%都是一面倒的赞成 杀人者就是死但是这个大法官彻底就是违背了民意 好另外还有就是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说 大法官呢37名的死囚如果没有继续积压 那就请这15名的大法官你每个人给他任养3名死囚嘛 你日以继验呢为他们来做心理辅导三个月哈 看你能不能受得了哈 因为大法官想要废死但是又没有勇气 那可以遇见这37名的死刑犯呢申请人他们都不会背叛死刑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立委廖伟祥他也认为说 大法官呢为了这个死刑呢执行设下一个强制的辩护 言辞辩论还有呢一致绝这样子八道的生死门的关卡 等同于是呢实质的废死呢根本呢就是给杀人犯一个免死的金牌 包含了立委牛许婷也认为说所有事情都是大法官说了算 那一群没有民意基础的弹头在搞扩权 认为这些读了书读很多的人 弹头在搞扩权把权势呢抓在自己的手上了 包含了民进党立委钟家兵太认为说 这大法官认为精神障碍者在犯案的时候呢 审判的时候跟执行时都要精神状况正常 那未来会有精神科医师愿意来帮忙做鉴定吗 他们呢可以承受这些的压力吗 王宏我也认为说如果利用的精神障碍 还有心智缺陷这适用的扩大来阻止死刑的执行可能 那民进党跟司法权如果继续挑战人民底线 那就是在玩火了 包括了这个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副司长郑淑欣 他也认为说个案是不是有受刑的能力呢 主要是需要鉴定个案能不能理解死刑判决理由跟执行 那精神科医师鉴定的部分呢只是提供专业的知识 好来看到呢联合姓王也说了有八成呢民众是反废死 但是呢他们很不满这样子现在根本就是实质废死 废死团庭呢也是很不甘 所以呢这号的判决对朝野来说可能是比九二共事还要混沌了 好看到大法官事件之后呢那些形同事实值得废死 那37名的死刑犯呢重审的过渡时期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被放出来 法务部长这名签被选的时候说他不敢保证说没有风险 这也让在党骂爆了 法院直接告诉我啊 最高法院直接跟各位跟大家讲 为什么多次宣判死刑的这个凶嫌 最后被免死却判 因为最高法院跟我们讲跟四审判决严格秉持 宪法法庭死刑判决一旨 认为今天这叫偶发性犯罪不是预谋犯罪 认为不是犯罪最前重的情节之罪 他就是根据大法官宪法判决宣布他免死的 这37个都会一样啊 我告诉你你等着看吧 什么呀 你在犯案的时候精神极为正常之下 你犯下这些罪行恶大的 这些犯行之后只要你精神病发作 或者你说你精神病发作 或者医生说你有精神疾病 你就不能判死也不能执行死刑 这是到底什么样的免死金牌啊 我还是觉得啦就套一句布袋戏的话啦 他说那个杀生是互众生 为互生啊 斩业不斩人 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喜欢杀生 我们不是 我今天是为了保护众生而去做这件事情 在我们心中我不是取了他的性命 其实他是在为他的业障去做一个付出 他这个责任 所以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那么认同去做 做这个应报的概念 但是你要知道说死刑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存在 为什么我们很支持 尤其事务界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都看过很多血淋淋的例子 所以我们对于死刑 我们会认为它有存在的必要性 而不是像有一些委员或一些学者 他们可能认为死刑是另外一套理论 所以我认为还是这样 不要说把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试杀 喜欢取人性命 实际上我们还是为了保护众生 我们才做这样的坚持 那个37个死刑犯 如果法院真的不再激压 我这里建议 因为执行是你们的权责嘛 把这37位就请15位大法官 每个人任养三个 你把他送到司法院 每个大法官辅导他们 心理辅导三个月 这样可能就较没问题了 吼 跟台法官日以继夜三个月就好了 看他赞得住 随机杀人对治安的危害 对社会的影响 是比预谋杀人更严重的 可是从你们的诠释 你们的想象 你们的主张里面 它不是最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放一条深入 这不是胡闹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在讨论宪询 你讲的真好 我们在修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你讲立法院扩权 我告诉你现在 司法院扩权啊 所有事情由你大法官说的算 然后你这个扩权侵害到的是什么 侵害到的是整个社会 对于我们司法系统的公信力 现在就是一群没有民意基础的 半头在搞扩权 然后把所有的权势权 抓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立法院是武权机关里面 最贴近民意的 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这些话讲清楚 我们有愧选民的所托啦 郑杰难道不是随机杀人吗 他不就枪毙了吗 然后你现在讲 随机杀人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那为什么当初枪毙他 这个未来难道不会变成 哎呀我看看民意声浪 必要的时候我才走一下程序 不必要的时候我就放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对这一群犯罪人的人权 才是真正的加害 真正能够捍卫人权的方式 反而是把标准很明确 而且依法执行 这才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讲 会不会变成狗肺火车啦 但是司法院 法务部未来的作为 大家都在看 谢谢啦 我也是觉得那个 无冤无仇就杀人 其实比有冤有仇杀人 其实更可恶 结果大法官 竟然认为两个是 这次的法院判决件 认为两个是相反 认为说它是随机是偶然的 所以这个恶性没有预谋大 我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食物上面的这个见解是什么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我留下你 吃你 就想参照了 你带来的 我带来的 你带来的 每个人推荐 我带来的 你带来的